現在把最新的新竹的民調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把這個適合度 高宏安第一名 沈慧鴻第二名 這副選題了 第三名是零根人 適合度三個人都有30% 不錯 就有30%以上 然後第二題 支持度 支持度只剩三個人了 就是民調支持度 高宏安29.9 沈慧鴻24.9 沈靈根人21.2 那所以說他為什麼拼命要打高宏安 他不打零根人 他知道高宏安打掉他就位於 所以董長是因為知道了高宏安 現在民調第一以後 就火力全開開始就蒙他了 那清竹市長高宏安有一個弱點 高宏安有可能會落選喔 理由在哪裡你知道嗎 高宏安的支持度是年輕人支持度 全新竹市第一名 那年輕人有什麼毛病你知道嗎 睡得晚 不是 投票率不高嘛 年輕人不出來投票 高宏安就掛了你知道吧 所以他們現在打基本盤嘛 你懂我意思沒有 他現在打CCNATI的博士 這是假論文有問題 不是打給你這些新竹竹科的高科技人看的 他打那個七十歲六十歲五十歲的那些勞苦大 民進黨的基本盤嘛 你知道嗎 他打給民進黨的基本盤看的你知道嗎 他的英文abcd看不誰啊 這些icação�老 RP日... 這個男還是假假假八十歲 以額傳額你知道嗎 這就是叫做 這是很有名的一句話 這是希特勒的宣傳部長 就叫葛培爾 葛培爾怎麼講你知道吧 他謊話講1000遍覺得真話 那新竹市最會講謊話的第一名是誰 就是柯建民 因為我認識他幾十年 柯建民是騙子 職業騙子 謊話大王 他沒有不敢騙的人你知道嗎 柯建民就是這個 他就是大量的去執行謊話講一千遍 就變真話的人 所以高宏安的 現在你看他贏5% 很危險 5%如果沒有人出 年輕人不來投票 就掛掉了你知道嗎 所以你說高宏安現在年輕人支持度是比較高 那怕年輕人不投票 那他是不是要開拓年輕人以外的票呢 沒有辦法 這個票很簡單 高宏安的情況跟黃珊珊台北很像 黃珊珊也是台北支持度最高 年輕人最高 為什麼 因為民眾黨跟黃珊珊的票都沒有基本盤 有基本盤才有60歲以上的基本盤 老年人的票 他是基本票 所以這叫做基本盤 民進黨有基本盤 國民黨有基本盤 民眾黨沒有基本盤 然後民眾黨跟黃珊珊 黃珊珊算民眾黨的系統的 所以他們的年輕支持度都是第一名 但是黃珊珊因為沒有基本盤 而且剛開始起跑 所以看起來變成第二名跑第二名去了 所以但是要贏的話怎麼辦 贏的話很簡單 就是你要把年輕人 撐出來 撐出來 通通撐出來 要年輕人撐出來投票以外 還要回家去告訴爸爸媽媽 這不可以亂投 就像上次柯P在台北一樣 柯P為什麼會贏 就是年輕人造反 年輕人開始造反要求改變 我們剛剛看到了 有70幾%的人反對民進黨欺騙 有50幾%的人認為民進黨貪污 海荒鮑魚乾杯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DTI714 享有折扣喔